Ry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對上波斯的對決 這場是帝國戰爭塔瓦森的地圖 我們先來講這張地圖的特點 一開始中間有大量的遺跡跟古樹 都在地圖的正中間 這個正中間主要的戰略位置是高地除外 你蓋了城堡之後修道運蓋下去 大量遺跡基本上就是你的 在爭奪中間這塊地區的時候 果樹其實不是重點 果樹可能就像個障礙物一樣 躺在那邊 那其實果樹也不能小看它 有一些打法像小公的時候 可以躲到果樹從裡面 然後做一個防守 變成一個豪鉤的感覺 這個果樹的用法其實還蠻多種的 要人會玩這張圖的時候選擇西班牙 不是西班牙 法蘭克 因為法蘭克吃果樹有加成 那這個玩法也算是蠻特別的 因為就是用一大堆的騎士 然後去佔領中間這個位置 然後去吃大量的果樹 把整個果樹吃完 聽說吃完好像直接直上帝王時代 沒什麼問題的樣子 但這我覺得有點太浮誇 但我是有看過這種打法 但真的很少出現 好 帝國戰爭的話 一開始就是大家都是封建時代 那原來這個遊戲進行的比較快 就是一出來就要來蓋這個漁港 那這個漁港也是有很多肥美的漁 那基本上 西帝帝國裡面 你只要有看到可以補漁的地方 就要去蓋這個漁港 然後去造這個漁港 那你的經濟就會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這邊 換掉一隻赤猴之後 然後再把殘血的拉走 然後去正面把這個高處打低處 把長槍兵給收掉 哇 目前這個西班啊 這位玩家 超兵 操控的兵的那個手術 非常的精準 沒有什麼太大疑惑的地方 也沒什麼猶豫 那這邊殘血兩隻 可能要稍微退一下比較好 但沒有關係 繼續追 怨對手的兵不多 但是那有長槍兵小心 哇 一說完就被戳到啦 這個長槍兵終究要小心喔 而且是這個殘血的 刺頭在前面的話 絕對是一槍倒地啊 好 那這邊 對手 波斯來看一下 西班啊這邊有沒有來蓋這個漁港 來把這個 村民往前 蓋個房子 這個房子可以當這個視野 但是西班啊這邊出這麼多弱馬 卻沒有出漁 出漁港蠻奇怪的 如果右邊不搶的話 至少左邊也要 嘗試搶下來比較好 嗯 我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這個波斯 欸 大家看他這邊 正面 波斯這邊沒有控好 被西班牙的肉馬直接 處決了非常多的單位 在這個高地的部分 右手邊的話 這漁船越出越多了 吃到四艘了 那我覺得這邊漁船大概出六到八個 就是極限了 我覺得出到八個以上就已經太多了 好 那來看一下 這邊 挖金礦的村民會不會被抓 哇 這邊出來吃野味 被抓到嗎 沒有 後面有單位在追 但是這邊有殘血的滋喉 哇 果然殘血直接被抓掉了 但是這裡還有長槍 並可以防守 挖金礦的村民 應該還行 哇 這裡更多肉馬過來了 哇 正面再去把對手的肉馬直接收掉嗎 但是這裡有長槍兵 長槍兵戳的肉馬很痛 肉馬不損失 相當慘烈 西班牙 這邊的肉馬幾乎快要消失殆盡 但是波斯這邊已經優 反而是先行的倒光了 哇 這邊長槍兵也沒有優先點這個殘血的刺猴 那村民要不要直接 直接全套拿起來了呢 因為這邊殘血的刺猴非常多 好 那這邊這波交換 是由西班牙拿下了一村的優勢 但我覺得優勢好像沒有太大 但是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西班牙的經濟非常非常好 田一直傻一直爽 不用去出這個漁場 就已經上城堡時代了 但是波斯這邊則是 離城堡時代還有這邊距離 有可能是前期去蓋這個漁港的關係 導致它那個經濟沒有辦法突飛猛進的成長 這也是比較可能的一件事情 但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先投資月亮的關係 所以這個農田不能撒得那麼即死 因為在帝國戰爭模式裡面 即死撒田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一開始就撒田 跟你出去蓋漁港外面造漁船那個速度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以講後期來說的話 有吃到這個魚啊 還是經濟比較好一點 3T來說還是優勢一點 來看一下波斯這邊出了非常多的落馬 現在要來直接打 這邊的 刺猴西班牙雙洞如果刺猴倒地 但是這邊還在出刺猴沒有斷 一方還正在點 波斯中間剪下了這個城堡時代 那時間大概兩邊差兩分鐘 好那我們剛剛開場就說了 城堡時代搶中間這個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你蓋城堡 哇他有挖石頭欸 蓋城堡那這邊所有遺跡就是你的了 然後這邊也有出兵繼續cover這邊的村民 其實問題也沒太大 但是這邊已經被波斯看到了 你在中間蓋城堡 那這邊西班牙城堡蓋下去之後 這裡五個遺跡被西班牙拿到的話 會非常非常傷喔 這遺跡跳得會非常非常快 好那終於想到再去左邊蓋這個漁港了 你終於想到了 但也可以啦 現在來蓋好像還是有機會了 雖然對方已經早有準備了 這個戰存都已經造好了 右邊則是還沒有去蓋 當然應該也是要來蓋了 這邊有一隻村民走過來 這邊漁船出到了九艘啊 哇出的相當的多 應該出到九艘應該不會再出了 八艘多一艘應該也還好 那為什麼有人會說 那漁港不是 漁船不是越出越多越好嗎 那因為這個是虎喔 這個不是像什麼游牧大海 你一隻魚只吃一隻爽 那個魚吃完之後 你還是要蓋這個魚網在的 而且你出的漁船越多 越容易被收掉 而且這個是 很容易被弓箭手 即可直接點掉 或是直接被一個 自爆船炸一炸 或是火燒船全部燒光 都有可能 那投資的數量越多 就像這樣子 哎呀 西班爾征服者 直接開鋪魚船啊 直接拿這個熊山 沒事 沒事 這個老人梗 不能再講 好那這邊西班爾征服者出來之後 開始彈前線的部隊 效果非常好 西班爾也有騎士殺手之稱 打這個 騎兵單位 只要激火下 好再跑掉 激火下 這樣子打起來 我以為就很猛 連駱駝都有點敵掌不住 這個殺傷力 好那這邊 戰船過來防守 但是這邊火燒船已經出來燒 火蒙桶已經出來 來燒這個魚船 那這個魚船也是拿下 沒問題 再燒一下 OK 好那右邊這邊 火蒙桶也出來了 這邊魚船就照了太多 這邊也沒有武力防守 太慢防守的話 很有可能會全處送光 好那大量的西班爾征服者 在這邊被追趕著 但是這裡卻沒有時間回頭彈一下 這邊跑速還沒好 這邊跑速終於好了 好那個跑速好了之後 這個甩槍就比較有餘力空間去甩槍了 那這個殘血的西班爾征服者 可能要到這個城堡下面 讓這個僧侶補下血比較好 那個殘血的西班爾征服者 很容易就被駱駝打一下就死了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進來 會不會被打出點東西呢 這邊已經看到這裡有單位在阻止 那右邊的話火蒙桶有稍微防守到了 那左邊這邊魚桿沒有出魚船 但是這邊駱駝出的非常非常多 哇波斯這邊駱駝出的量非常非常大 好那我們稍微講一下波斯 波斯也算是一個 蠻罕見的文明 所以我說他環境是因為 他是可以出駱駝又可以出遊俠的一個文明 基本上能出遊俠 還能出駱駝的文明非常少 好例如庫曼啊 或者是波斯喔 這類文明 我記得好像不到五個文明 可以這樣子出 駱駝又出遊俠的文明 這邊鑽一個小洞 但是這邊駱駝量蠻大的 鑽洞進去 大量的征服者好像還是被砍得差不多了 全速倒地 這邊腰收村 哇 駱駝好像有點慘重的感覺 但是其實 駱駝這邊駱駝也是送的非常非常的多 好那西班的征服者 跑速血量都有了 血量來到其實鼠底血 那就比較能扛一點這個傷害 好那這邊 生驴再出來 來歐一下 對方打騎士的話 這個生驴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哇這邊沒有先招駱駝 尷尬 欸招到了 駱駝反殺這個騎士 哎呀來不及救這個了 這個生驴硬生倒地啊 如果他先招駱駝的話 駱駝直接馬上變自己了 那這個騎士收掉的話 這個生驴就不會死了 那這個一開始的誤判 所以沒辦法 這個就是操作上戲 當有駱駝跟騎士的時候 你一定要是先招駱駝 而不是騎士 因為你招騎士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被 沒有被著想到的落魄給打死 這個機率是非常非常恐怖 好那這邊看一下 招一下 招一下 在追殺中 好那聽一下這個 弓兵鎧甲 是可以升級這個 西班牙征服者的防禦 OK 變2加1的一個防禦力 這個效果就會比較 嗨呦 差點被戳到 哇這個長槍兵戳到 他就頭部血了 好但是西班牙征服者的數量 現在很明顯的不夠多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的話 至少要到8隻左右 8到9隻 他可以啟發 然後近距離射死一隻弱鎖 那這樣子喚起來的話 軍隊會比較 強一點 不然這樣子一直追的話 一槍收不掉一隻 就要花費大量的手術去打 然後這邊12點沒有空 好 直接貼到前面應該是找不到了 哎呀直接硬身倒地 那這邊西班牙征服者的數量 還是沒有起來 這邊還是9隻 那這個量還是不夠多 但是這個拉開距離 這個就會射不準 那射不準的話 這個火槍都沒什麼開玩笑 那波士現在都在爭取 實際上就去出這個駱駝 好讓自己的經濟一直發展 3TC4TC直接開了出來 然後推演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所以要去打其他地方 讓自己的家裡的村民 有一個經濟可以運轉的空間 那目前西班牙是73村打89村 但是征服者的數量一多了起來之後 可能還是要長個弓兵 或者是戰矛之類的防守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用這個駱駝 沒有辦法實質性的打倒太多的西班牙征服者 除非像剛剛那樣子 非常大量包起來打才有可能 雖然這樣子以有跑速的西班牙征服者來說的話 這樣打帶跑要追有點不切實際 好那這邊 直接地方想要過去 結果人家直接回頭 直接想要包超能包得到嗎 但是後面有森林直接上來硬砍個一波 大量的西班牙征服者 直接被砍了大概一半的單位都殘血了 在這邊森林直接招翔 硬是招到了一支單位 沒有招到兩個單位 這邊直接進到城堡的範圍 然後這邊蓋下一個城堡 要來鎖金礦 然後這邊快速蓋了城門 防守一下自己的蓋城堡的單位 這邊西班牙征服者直接繞到這個果樹地方 這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果樹可以鑽 變成這個小洞 可以用這個空間去鑽進去 防守 這個火樹的漆實際用法是這樣的 並不是拿來吃的 好 那看一下這邊 我一講完就跑來吃果樹了 可以啦 反正這個不用木頭了 不用種田 免錢的最香 好 那這邊有雙城堡之後 這邊中間的地方就會更安全一點 果樹也會吃的比較安心一點 但是這邊大量的落魄過來的話 還是得跑喔 好 但是大量西班牙征服者往前 波斯這邊出的落魄死在非常大量 好 這邊為了不讓落魄進去 把他直接堵死 那這邊TC裡面的村民也蠻多的 有14村在裡面 而且這裡還有城堡 這邊駱駝一直在這邊打的話 可能會損失慘重 但是因為沒有二級射的關係 所以這邊打這個駱駝 跟這個騎士 三塊幣沒有那麼高 還是蠻大量的駱駝跟騎士走出來 好 那西班牙征服者想要來繼續做一件騷擾 但是這邊波斯的一個駱駝 繼續追趕著 那這樣子的話 西班牙的輸出空間還是會慢慢的減少 而且這個單位為什麼回到十幾隻了 駱駝一直沒有亮起來 好那這樣子 西班牙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要轉從兵種呢 講西班牙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繼續打西班牙征服者 然後慢慢轉出游俠 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打這個急兵 那西班牙的急兵也是挺好用的 但是最終他的主力可能還是會是游俠 但是對方一直出落的情況下 轉游俠不太時間 所以可能先上帝王時代 升個精隊西班牙征服者 會更好一點 傷害再多個兩點 再加個化學 大概有十九點長汗 好那這邊利用果樹 變成窄口進行防守 那這邊大量的駱駝 直接被卡在後面 西班牙征服者利用輸出空間 打倒了非常多的駱駝 那這個駱駝應該是受到 好那到帝王時代之後 西班牙點下這個瞭望技術 再來增加自己的視野 好 這邊點下增兵技術 但是巨型頭司機有在造嗎 有 這邊造了一台 應該是在這裡 那後面這邊是造這個增兵技術 OK那增兵技術根據引頭司機有了 基本上就可以靠著這個 西班牙征服者一直砰駱駝 然後一直回頭射一下回頭射一下 手速拉滿 就可以換到不少的單位了 好 居然連這個草藥治療有一點下 這個草藥治療的話 是可以讓單位進駐城堡的時候 可以快速的回血 那這邊蠻多的西班牙征服者 確實也是處於一個殘血狀況 但是波子這邊撿了這個 三驢 來招西班牙征服者 效果其實還蠻不錯的 好 那這邊草藥治療好了 要進去城堡QK一下 還是沒有呢 西班牙這邊是直接 鼓端放棄了左右兩側的一個漁船 漁港沒有的情況下 弱可能會少一點 但是他卻贏得了中間 這一大片的鼓勢 算是還是一個不錯的打法 棄魚吃果 可以 還蠻少見的 大部分大家去爭取的目標 魚感還是比較常見的 爭取果樹這件事情 真是蠻常見的 好 那西班牙征服者來到20隻 金睿也在研發中 因為西班牙征服者 那也領下了長槍兵的升級 畢竟落頭這麼多 不過長槍兵還是蠻easy的 那西班牙征服者還是有一個 手藏的優勢在 只要回頭彷彿一下 落頭就會倒一隻 回頭彷彿一下 就會倒一隻 的一個狀況 Pose的壓力很大 欸這邊中裝 居然取消了耶 中裝落頭的升級取消了 然後這個三級 卡伊甲也是有上 那他這邊取消的重傷升級 那要怎麼打 他又頂下了 你什麼意思 他被我先取消到了嗎 看起來是喔 哇就是小小的肉屎 那這邊駱駝直接湧了進來 但是非常大量聰明在這裡被打 但是沒有來得及去城堡 很大量的聰明已經倒地了 那這邊用西班中的後面輸出 但是駱駝也是倒了非常非常多隻 那這邊波斯還有一個優勢喔 這邊的波斯工兵 銀貫科技 是可以讓工兵免費的 不用黃金就可以生產 再次會消耗額外的木頭 那要不要出一個免費工兵 來打這個西班的征服者呢 要不要出這個戰毛來抵擋了 不然這個西班的征服者 駱駝依舊沒有抵 做到一個非常好的抵抗 這邊城堡存在的話 這個波斯的駱駝還是蠻怕箭矢的 好駱駝即將升級 他要5秒4秒3秒 但這邊有僧侶在招翔 可能再一下就招到了 來得及嗎 沒有 好那這邊戰毛升級 看來就是要打戰毛了 可不是打工兵了 是落術喔 我也想要打工兵欸 免費的工兵 追著蠻戰的啊 射速也快 是不是欸 好那這邊 神侶還是找到了這隻駱駝 但是卻沒有追殺對方的神侶 因為後面有大量的西班的征服者 西班的征服者還是想要找個機會 打出了破口 還是有點困啊 還是要上這個大級兵之後 比較好打正面 才可以開始慢慢推進 好那看起來 左邊這邊再慢慢推進中 右邊這邊有繞了一隻落魄過來 然後這裡還有TC喔 那正面部分 看起來也是小打小鬧 並沒有要正面開戰喔 但我覺得波斯這邊 落魄送的有點太多了 因為他這邊黃金幾千 快要枯竭了 因為右邊這塊 他的野精是稍微被控制住的 那另外一塊的話 是在這裡 這也是征班牙的 基本上他能挖的精 只剩這一塊了 但是這一塊又在這個 城堡的眼皮下 也挖不了 要嘛就是他來 欸 看到這一塊 好像去挖這個野精喔 才有可能再維促自己的經濟 好 西班的征服者繞了幾隻 過來後面 偷射伐木工 正面TC下有非常多的落馬 但是家裡有疾兵 應該問題不大 然後再損失了幾隻村民 才有可能會抵消 正面部分看起來 駱駝直接硬散 西班牙的征服者 也被倒了蠻多隻的 然後後面有城堡的COVER 而且這個巨型偷尺機 不知道為什麼在發呆 但不重要 重要的是 哎呀這個巨型偷尺機要被拆掉了 西班牙的征服者趕快回救 但是你就沒辦法 原射速太慢了 要救到一台也是有點困難 然後這邊駱駝順利拆掉一台巨型偷尺機 之後 直接後側 要爛這個戰毛兵喔 防禦升級好之後再繼續打嗎 雖然我覺得在西班牙征服者 升防禦這件事情 好像沒有太大的顯著效果 你看這個兩槍就打死一直很痛啊 西班牙征服者兩槍就直接變死了 但是還是要升啊 因為不升的話 升級的話可能要三槍 啊你不升級的話就兩槍 你看 今天這是高打低啊 沒辦法 高處打低第一的單位就是這樣子 傷害非常非常高 那西班牙征服者直接一致排開 橫向輸出 但是對面戰毛病得出來也是蠻多的 對方是不用黃金的 西班牙征服者要黃金 但是還是直接硬點對方戰毛 哇效果還是非常好的 瞬間倒地 戰毛全速 躺在地上抽 右邊這邊居然直接偷起了城堡 但是這邊居然偷起早就發現了 城堡也堵了一個 要來反擊 但是這邊有相當大的擊兵 尤其是擊兵想要防守 好那這邊西班牙征服者 還在前線繼續開鏢 家裡蓋下了城堡 希望自己的經濟動陣被動創 但右邊這些西班牙征服者 依舊沒有完全解決掉 戰毛過去也被解掉 那只剩下兩隻西班牙征服者 在這邊魯魯小小 下面的部分還有 哇這邊還蓋下了城堡 這代表他說我要搶回這塊金的古洞 但是這邊有非常大量的衝車 這邊衝車可能要小心一下 西班牙征服者的數量現在有29隻 右邊的話又再立起了一個新的城堡 那這座城堡好像沒什麼人在修很危險 那可能趕快去把這個 巨型托車給解掉 那正面的話要不要分個幾對呢 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應該是可以 哇西班牙征服者還在輸出 後面這兩隻已經打到天荒地老了 OK這邊一個大決戰 大量的西班牙征服者 對這些戰毛兵進行了強大的輸出 這個防禦升起來有感喔 好像沒這麼痛了 那這邊戰毛兵也換到了一些西班牙征服者 想要用一些 跳BISCO雙打來躲避這個戰毛的射擊 但好像沒有太大效果 因為人家更甩你 好那這邊把這個金主動全給拿回來之後 這個黃金這樣就可以補足了 雖然現在是五個遺跡在家裡一直產非常爽 黃金還是一直跳的 但是右邊這塊金卻是被波斯拿走了 那波斯的話 最後一塊金只能靠這塊金生活了 這塊金再被打的話就沒有黃金了 但是看起來西班牙是沒有意識到右邊有一塊金的 他可能覺得對手已經沒金了 因為他自己有鎖到對方一塊金 好那這邊大量戰毛過來防守 那順帶一提 波斯這個文明是沒有三級射的 也沒有強弩 那就代表說他的免費工兵 就會只能在地龍時代 然後升級一個化學 攻擊就是加三的狀態 那射程並沒有那麼遠 手還是蠻短的 好那這邊城堡順利的解掉 三台巨型投資機 直接硬砸對手的巨頭能拆得掉嗎 哎唷 最後一顆歪掉了 再一發能不能砸到呢 一二三四 哎唷歪了 看是這邊有村民在修理 能修得回來嗎 巨型投資機還在砸中了嗎 哇兩顆歪掉 一發擊中 這一顆能不能搞定 哇好幾歲一直沒解決掉 那正命的話 這框起了城堡這邊 其實非常重不準 沒辦法打進去 看一下這邊 還是沒打到 手邊的部分有戰毛兵跟擊兵 所以這裡問題也不大 但是這個頭 會打掉這個城堡嗎 這個巨型投資機 看起來很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還有可能會直接先倒地啊 這個三巨頭 直接找到村民了 呃 好 看兩樣戲 正不正回到正面的主戰場 那左邊的話也漏了幾兵 燒了 這邊大量村民直接用拳套 拆掉了這一台巨型投資機 哇 哇 這個村民不去才真的有機會 會被他投掉欸 這個城堡 好 那這個城堡也順利手下 西班牙的優勢 逐漸慢慢擴大 那這邊PUS點一下三級伐木 讓自己的伐木能力更上一層樓 但是這裡我覺得也不是伐木的問題 現在要的不是木頭 而是食物啊 還有黃金 還是要把自己的金趕快搶回來 但是這個金要怎麼搶回來 又是個課題了 就要來看一下PUS要怎麼繼續發揮 還是這邊中午點下的PUS工兵 你終於想清楚啦 還是要用這個工兵來打比較實際是不是 不然出這個戰錨 射速慢 攻擊力又低 射程又短 雖然來打這個西班牙正部蛇 是有外傷害 但我覺得出工兵射速快還是蠻重要的 反正你的工兵也是不用黃金嘛 那我覺得出工兵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化學點下之後 這個PUS工兵的傷害 就可以再增上一層樓啦 好 那這邊西面要轉出了大肉馬 那開始點這個馬的升級 那射程也開始在升級 那這邊大肉馬打這個 戰毛兵的話 效果就會非常好了 欸 終於想要來把這個金奪回來了嗎 在自己枯竭之前 稍後來進攻這座城堡 好那這邊西班牙看到 欸 左邊我的野石總被你挖了 趕快插了一座城堡 要來反擊 這邊也來守護自己的石頭 那這邊大量的馬過來 這邊戰毛兵只能撤退 並沒有疾兵在防守 而且這巨頭之機也來不及撤退 是不是兩台巨頭之機都要倒地了呢 看起來是這樣子沒錯 這邊西班牙聖部者直接硬拆 哇 瞬間倒掉兩台巨頭 很虧 四百斤硬身倒地 大量弱馬直接貼了上來 都是直接有個口字型的戰把 好圍住這一塊區域 好像對方的馬的話 不太好進攻 但是這邊的話 還是使了非常大量的一個戰毛 好西班牙聖部者 慢慢推了過來 但是這邊戰毛兵 把西班牙聖部者非常非常透 這邊還有幾隻肉麻技能要燒 但是這個城堡沒有掉的關係 所以這邊還是有一定的防守力在了 正面的話 三巨頭還在拆對方的城堡 那這邊三巨頭 後面還有城堡在防守 那這邊肉麻過來比較小心一點 西班牙聖部者也在後方 然後左邊這邊城堡蓋了起來 之後對方也想蓋 但是這個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 哇 太多地方在開戰了 好吧 這看地方很多 好那這邊巨頭之機 選擇 沒有要繼續進攻 而是要撤退了嗎 這個撤退卻沒有往後啦 哎呀有點空不太過來了 西班牙聖部者目前到底要去哪 本來想要去後面 然後又回到前線了 完蛋 他現在有點被人弄了兩頭包的感覺 OK西班牙聖部者回來之後 瞬間收掉兩隻大洛娜 這個大洛娜還是用西班牙聖部者來打 還是蠻好打的 好打兩隻兵過來直接硬拆 那這邊肉馬想要過來殺了 但已經被托車槍在這裡 已經把這裡全部圍死了 西班牙聖部者再次進攻 這個威力還是非常的猛 好那由於西班牙這邊有五一姬的優勢 所以這房間遠遠不決的一直點一直走 好這邊還居然出了一台鏡頭 自己要來防守 但這邊大洛娜一直帶來騷擾 這個洞沒有補起來 後方經濟有可能被騷擾到 這裡挖房間村民被破後撤 右邊的話大洛娜還在繼續過來 這個箭塔居然還起了一個 防止西班牙這邊挖木頭 好那這邊中午點下這個衝車的升級 居然不打這個巨頭 所以要打這個衝車 西班牙也是蠻有想法 好這邊可能要秀一下防止 突然就不打進去了 點下這個縱火技術 這個級兵打電竹路的傷害就會變得蠻高的了 好或是這邊中午點下三級 這個大洛娜的傷害 又可以再變得更猛一點了 但家裡西班牙好像沒有防得很好 西班牙組隊也不能從前線撤出 因為前線有重要的黃金地帶 那這邊的黃金也只剩140黃金 目前波時是斷金的狀況 完全沒有黃金了 左邊這塊石頭也被西班牙搶回去 但大洛娜這邊燒的還不錯 在這邊這些農田跟法務場都沒有在運作了 那這邊有幾兵還是在慢慢的追擊這些大洛娜 脫斯要五反擊了 這個城堡也沒有石頭修了嗎 只是沒修而已 但是居然沒有把他投掉 我覺得有點可惜了 哇靠 西班牙給我點下霸犬 霸犬點下之後 聰明的殺傷能力大幅提升 血量變成80滴血 攻擊力還有3加6 攻擊力有9 非常高的一個能力 那防禦卡甲也是變多 遠防有4 近防有3 雙面有相當高的一個作戰能力 好那右邊看起來也沒什麼東西好看 但是有一隻西班牙征服者 但是波斯已經有抓到 那這邊大洛娜直接中間硬盤 西班牙征服者還在這邊發呆 要等一個死機點 所以他現在要乘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不要輕易的送兵 然後可能要轉個什麼遊俠之類的 現在轉遊俠好像也太捨死 上2000黃金全部升完之後 可能 也只能出個幾隻而已 雖然就可能就繼續出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跟巨型頭實機跟衝車 然後靠大洛娜直接前推 我覺得更實機一點 黃金靠費量比較平衡一點 但又要出遊俠 又要出這個工程器的話 這黃金消耗量實在太大了 好大量擊命我們家裡直接救 那這邊繼續蓋提示 這個蓋提示在幹嘛 這邊點下霸權之後 可以直接用聰明去跟對方洛娜互打 好像也不錯 剛剛聰明也比較不容易那麼死 好那這邊城堡慢慢修入回來 從400滴修到1300滴 大量的西班牙征服者 直接往前開槍 但是大洛娜的抗打擊能力 還是非常非常的好 好正面的戰毛全駐倒地 正面已經沒有任何部隊抵抗了波斯的經濟 也全面崩潰 零黃金零石頭 六千多目 肉補到一百 哇很慘 經濟全面虧敗 肉馬直接殺他進來 右邊這些漁港也算有在蓋漁網 想來捕魚 但是這邊終究打出了GG 哇這邊波斯也是狗蠻久的 西班牙打得蠻穩扎穩打的 雖然最終中間的那個果樹沒有吃完 吃完也是蠻困難的 西班牙那個法蘭克比較有可能吃得完 好看經濟 波斯這邊經濟是蠻好的 但是黃金事實上還是輸了蠻多的 這邊是挖到了1900黃金 那這邊遺跡才是5900 哇武夷激烈威力就是蠻猛的 這張土的中間地帶就是個重點 核心重點就是要搶中間 西班牙的話搶中間又有個優勢 西班牙的建築工 是有30%加成的 蓋建築物蓋城堡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導致這邊波斯在佔領中間這一塊的時候 就已經出了一點問題 要進攻也是蠻困難的 那一開始反而是選擇這個 駱駝去抵擋西班牙征服者 我覺得這一點讓他送人相當多的黃金 感覺是不太好的 那我也不能多做什麼 畢竟我分數也沒有比他高 但高雄他們選擇就是用駱駝 但我覺得蠻怪的 最後還是要轉出這個戰去防守 好那看一下科技 科技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大家該點都有點 那上經濟的時間點好像也蠻差不多的 並沒有什麼太可以講的地方 那出了這個二級農田 到這個時候採點 47分採點 我覺得最好可能是他可能想要中間的果樹 想要先吃果樹 我不是種田 所以後面採點我覺得蠻有可能的 但主要應該主要是因為 真的是太忙了 忘記點的可能性更高一點 好啦那我們今天一天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